那么呢,现在就来跟各位示范一下这个 呃,我还是会觉得它很像 呃,Final Fantasy第十三代的那个兵之召唤兽 Siva哦,就,就是那个样子嘛 就这个配色啦,还有这个变成摩托车这个样子哦 OK好,题外话,那就开始进行它的变形哦 那一样跟各位说,就是说这个玩具因为它个子比较纤细哦 所以在变形的时候呢,就是可能要特别特别特别要小心一点 首先呢,是这个背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是把它旋转 然后这个地方把它翻上来 然后轮胎呢,把它转成这样子 附体哦,后面这个轮胎呢,它跟这个车体的结合呢,是一个 是,是有时候这个轮胎会掉下来的哦 因为它的这边有一个开口,是整个轮胎会往下面掉的 如果掉下来没有关系哦,再把它选选进去就可以了哦 不用,不用特别紧张 那接下来呢,这个呢,它的这个车头灯呢 哦,名副其实的车头灯啊 就把它,呃,往上面移 往上面移动,这个呢,就会成为它 成为它真正的车头灯哦 好,那这个地方呢,有时候要稍微 可能会稍微要调整一下它的这个 才能够把它移到应该有的位置哦 我会习惯呢 习惯上我会稍微 把这个 OK,这个要稍微 调整一下 把它移到前面来 先把它这个头呢,头呢 就打开之后呢,头可以收到身体里头去 OK,然后呢,这个呢 调整一下 嗯 这个肩膀呢,先将它收下去一点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前面是有卡扣的 目的地呢 就是在那个地方 好 这样子把它 给 调整一下 沿着这个边缘 沿着这个这个玻璃的这个边缘呢 来做一个修正哦 然后把它给扣起来 这样呢 这个车头的部分呢 车头的部分就这样 OK,这样车头呢 就一个完成了 那这个轮胎这个 比较可不可以再往前啊 OK OK 这样子 调整一下 好,那接下来呢 就进行 车头 嗯,好像没有完全收好 好,接下来呢 要进行这个 手 手臂这个部分呢 手臂这个部分呢 我们本来变形是变形的时候 整机性的时候 它是这样的 现在变形 车子要把它往下面收 然后呢 这个手腕呢 给它转 转,转进来之后呢 让它给折进去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哦 先二头肌让它转弯之后呢 把它整个转进来 然后呢 它的结合处在哪里呢 这里有个洞 这里有一个 有个卡扣呢 把它做一个结合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我们从 从这一边可能比较好 看清楚它的结合点在哪里 好,就这个地方 把它给 扣进去 那可能呢 这个 这个手腕这个地方呢 这个 这个 这里有个双 手臂还是有个双关节哦 还是要稍微做一下调整 才能够把它给扣进去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把它的这个腰部呢 旋转 旋转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地方呢 有时候变成机械的时候呢 我 我也会忘了把它给 给挑上 或者是放下去 那不管怎么样 变成车子的时候呢 是必须把它挑上来的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整个形态上呢 已经完成了差不多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 这个腿把它完成啊 这个腿呢 首先呢 这个腿 我这一款是买到是有点松 它这个地方是 这里面是有个卡口的 稍微挑开之后呢 把它整个翻 它这里有个有个双关节把它翻出来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先把它翻出来 OK 翻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高跟鞋的部分呢 把它往往里面收一点 那这个收这个高跟鞋这个地方 我我已经再三抢了过 这个地方很脆弱啊 收到这样就行了 就把那个把它往下面搬下来 大概搬个差不多是90度吧 这个地方 务必要小心一点 OK 有时候呢 我们这个这个部分会去卡到它 又稍微留意一下 这样之后呢 嗯 我们现在呢 再把这个扳直 整个整个扳直 然后呢 两脚呢 做一个结合 那在结合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轮胎呢 它是一半一半嘛 那我们就是互相 让它咬合 嘿 这个呢 是呃 呃 有人说这个是属于Revenge of the Fallen的那个RC的那种美人鱼模式 一个单轮的模式啊 那这个当然不是正确的变形了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 其实也看得出来啊 这个地方的这种小腿里头的空洞呢 就是要收纳这个大腿的 那 我们要做的动作就是什么呢 当这个收进去之后呢 这个地方有个突起物 这里有个洞 它就是 结合的地方就在这里 这个 收进去之后呢 就把它扣住 这边也是一样 OK 等它 扣住这样子 我本来呢 以为呢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突起物啊 这里啊 这个地方 我本来以为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会有卡扣的 后来我找半天是找不到 那只找到这个对应的卡扣 所以呢 这就是它的一个 从机器人呢 变形成摩托车的一个 变形的过程 嗯 这个时候呢 我们 刚刚的这个 这个底座呢 就可以把它拿来派上用场了 它的变形过程就这么 的 啊不对 还有一个东西 它这个武器啊 武器是可以装装装装装上去的 那正确的装法呢 是在这个 这个刀刃这边是比较大片的 比较大的 是超前的 那相对应就是把它给放进去 这是它收纳武器的一个 一个方式了啊 那会不会有其他的收纳方式呢 就有劳各位 变形金刚的高手们呢 去为我们发掘了 那这两片刀刃 如果装上去的话了啊 如果装上去的话呢 那那个这个指甲呢 有有没有好像就没差 好像两边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都可以靠都可以放了啊 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变形的过程 刚刚在变形的时候 忘了一个地方 就是它这个手掌啊 手掌刚刚是曝露在这边的 其实只要把它往里面这样压一下 就可以把它这个手掌呢 很漂亮的把它收进去了 那么呢作为一款这个重型机车的这个造型来讲呢 它当然是 当然是相当的拉风啊 跟一般我们街上可以看到的重机来讲呢 是造型来说是已经差不多了 除了这两片武器之外了啊 那这武器呢是可以可以随时可以把它取下来的 那在变形成机车的时候呢 对于它的一个机器人的的部位的隐藏 可以说是隐藏的很隐藏的很不错的 已经几乎看不出来 因为它的脸呢是直接直接藏在这个摩托车里面了 那正面呢 包括底底部来看的话呢 其实就就算这是腿了 其实也不算不算明显了啊 那整个摩托车的涂装呢也相当相当的精细啊 这个弹紫色的这个部位呢 真的是在这种灯光下面看真的很漂亮啊 那这个仪表板拿什么的这个细节来说呢 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可圈可点哦 那当然翻到这一面呢就看到这边螺丝钉就多了啊 因为这个这一面就是比较少这边比较多啊 这个算是算是他一个比较让人家意外的地方 因为一般来说这种螺丝钉是属于会在背面啊 没想到他是在直接就在就是他的侧边的另外这一面 所以以后大家拍照的时候呢 有尽量要从这个地方来来来取景了啊 那摩托车形态之下呢 他当然是除了轮胎之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动 这个车头呢也是没有办法动作的 那就整个这个玩具的一个完成度呢 如果已经看过这个领袖之阵的卡通呢 你真的会觉得这是一款做得很精致很到位的一个 顶级的一个第一等第一的第一级别的玩具了啊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紧到这边 真的很高兴呢能够跟各位来分享这一款 现在刚红的一款变形金刚的玩具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这里呢附带就跟各位来说明一下我刚刚一直强调的所谓高跟鞋的部位不好变就是我们再从机器人变成 好吧我们再从摩托车变成机器人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阶段 这个时候呢必须把这个高温鞋这个斜肩呢就要往下面搬 这个地方很多人买到的 都说这个地方很紧 这往下抠的时候很紧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就是说 你在推的时候呢是尽量把你湿力点往往这个这个 往里面这边湿一点 这样把它整个整个的这个鞋跟的把它整个的往往前推 甚至呢你可以配合着那个配合着一根手指握在这边另外一根手指这样推 让它整个这个力量是平均分分配在这个这个部位上面 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还有一个地方说明书上面可能比较难看得清楚的 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变形了 这一片跟腿的地方结合出呢它是一个双关节 我们要用双关节把这个整个往下面压 用双关节把它整个往下面压 压下去之后呢再把它缩进来之后呢 这里注意到这里 我刚好卡进去了 这个地方这个这个卡扣呢跟这个轮胎上面背后呢有一个有一个洞 会刚好可以把它扣进去 这样子呢才是一个正确的变形 因为说明书上面这个地方 我妈一般人是比较难理解啊 这边就跟各位提供一下我的个人的变形方法